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叉叉是不是真的 她一开始还好生好气地回应对方 那我问你 冲枪要死的是真的吗 为了该网友又问 那你脱衣服至少是真的对吗 令言千问受不了开窍 用脑袋想想再问一下有建设性的问题吧 谢谢 其实言千问当年是必不得已答应拍三集片 当时她因父亲罹患时倒癌 又欲亡惊 李兆基找她演出 未筹错父亲的医药费而点头下海 不过她也坦言 若时光能倒流 她会用心读好书 不会踏入演艺圈 既然没有不成功 对 不过她也坦言 感谢观看